姐姐刚才那个故事听了我有点害怕 不是你都这么大了 听个鬼故事害怕成这样 那只是一个传说故事而已 再说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只是咱们心里觉得有鬼而已 我先去做你今天一直想要吃的披萨吧 呼 终于做好了 我说啊 妹妹你就少吃点这种吧 你姐做这个也不容易 等会我先去洗漱 你就在楼下看电视 我洗漱完你就去洗漱 哦 看可我知道了 姐姐怎么突然变得和我们那样啰嗦了 我这叫关心 不懂就别乱说 呵 知道了 话说回来 刚才那个白衣鬼的故事 行行行我知道了 明天你继续讲 行了吧 那我先去洗漱了 洗漱完了 赶紧去叫妹妹洗漱 看来妹妹已经吃完了 诶 她不应该这个时候在看电视吗 去楼上看看吧 说不定她在玩电脑 这 她怎么不不在 哦 可能她在楼下的厨房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好慌 不是妹妹你咋打扮成这样 等一下 这不是那个故事中的白衣鬼吗 这不会是真的吧 哈哈 江一 我要你死啊 人 人呢 不不不对 那 是鬼啊 江一 那好像是我一个同学的名字 那 妹妹呢 姐你在那里干啥呢 刚才你说这什么白衣鬼 呼 妹妹太好了 你没事 说啥话呢 我当然没事啊 你刚才咋的了 没 没事 我只是刚才被吓到了而已 我先上去睡觉了 怎么这么冷啊 早知道给阳台装个门了 不过妹妹这个点 不会在阳台吹风吧 呵呵 到时候我一定要告诉我吗 果然是 这个点不睡觉 服了 看我不给她一个爱的教育 妹妹这个点了 你还敢不睡觉 到时候我就告状给咱妈 怎么 敷衍我啊 你倒是说句话 成哑巴了吗 真是 啊 呵 呵 江一 江一 你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一定要让你死啊 哈哈 不 我不叫江一 妹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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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妹 姐 姐姐 原来你没有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里你站在阳台 我怎么叫你你都不回 直到你变成了白衣鬼 我也是 而且她一直在念着江一 喂完代序 回归了 改了一小点风格 不 咱们就先说了吧 不然咱们明天肯定会很乏力的 咱们尽量不要想那 嗯 好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好困 等等这里是男 这里貌似是在湖泊附近 所以这里好脏啊 哦 对 这里好像是在学校对面的酒店 十废期的酒店 妹 幸好你在这 你在那里该这样子干嘛呢 咱们还是快走吧 哈哈哈哈 江一 其实你俩的头发 换个发型 但我还是能认出你 怎么最近喜欢小太美风格了 我就说这样才是你的本性对吧 哈哈哈哈 我一直都是穿这种的 还有你不要老是叫我江一了 我不是江一 你和江一关系挺好的对吧 那我就借你把它引出来吧 哈哈 跟我来 你肯定很好奇 我带你来这是干嘛的 我当时死的时候就在这 现在到你了 不要啊 我是无辜的 无辜的 其实你是 但我还是得利用你一下 哈哈 放心 我没事的 呜呜呜 我快不行了 原来只是一场梦啊 但我还是喘不上气 我的手 怎么还有水滴 不对 妹妹人呢 妹 听到了请回复 不会真不在吧 经过刚才的梦 我必须得出去找找 不过我之前去过江一的家 先去找她吧 我必须问她明白 嗯 就是这了吧 不过确实我和她长得挺像的 谁呀 直接进来吧 相应是我 上次不是跟你说我还会再来的吗 嘿嘿 我这不就来了 嗯 但恐怕现在 或者说是今天不是时候 因为我待会就要上一整天的补习班了 抱歉 那也谢谢你们来找我玩 哎 这样吗 那行吧 改天再来找你 她的眼睛好像在动 而且一直在往楼梯下的地盘那里看 她肯定有事瞒着 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去找妹妹 我记得梦里的场景就在这个酒店里 现在就进去吧 说不定能找到妹妹 甚至能找到线索 这里很熟悉 这里就是当时在梦里的房间 可是都没看到任何线索 或者人 再找找吧 那是白衣鬼 她肯定知道些什么 肯定知道我妹妹现在在哪 你就是白衣鬼对吧 实话告诉我 我妹妹现在在哪 不然即使你是鬼 我也不会让你好受的 你妹妹现在好着呢 不过是好着的反义词 但我也用了一系列的法术 让她目前情况比较乐观 先给你讲个故事吧 关于我曾经的故事 未完待续 嘿嘿 依依你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 最近我给你辅导了 你应该提升点了吧 如果提升了 我真为你高兴 嗯 从53分提升到了70多分了 你呢 又是满分 是的呢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 要不今天放学之后去你家玩吧 算了吧 但是放学之后你能去一个小巷子里吗 当然可以 那我就先走了 奇怪 为什么要去小巷子里呢 算了就听他的吧 没想到今天提前下课了 听说今天去学校的十周年 真哈皮 哦对了 我好像要去那个小巷子里 好像就在学校附近 就是这了吧 这里这么乱都没人打扫的吗 不管这些了 先进去吧 没有人吗 那我就先进去了 没想到里面居然这么干净 等等那是 尸 尸体 怎么 会 难道依依他 得 好困 我这是在 等等江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以为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吧 其实我是传说中的那个白衣鬼 我化成人 就是为了吸收聪慧人类的灵气 最近我快被发现了 那就让你成为那个屁醉羊吧 事情就是这样 之后有一位好心人告诉我 只要我杀了二十个人 就可以恢复原貌 或者把江一杀了 而你加上你妹妹是第二十人 抱歉啊 看来你也是有苦衷的 没关系 我会帮你的 真的吗 拿着这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刀 可以把江一打回原型 打回原型后 你再补上几刀 他就可以灰飞烟灭 好 我这就去 这样妹妹就可以回来了吧 而且我也还帮了他 呵 江一鸣会为你的行为而后悔的 嗯 好像没人 去楼上看看 怎么也没人 总不能在那个巷子里吧 哈哈 我要心事你的灵气 没有人会知道 嗯 就是在这地毯下面了吧 我妹妹肯定也就在下面 谁 等等 你是 林念琪 你怎么找到这个 你不用管 反正我是来 我的灵气 我的灵气 就是因为你 反派总是死因话多 呼他终于消失了 妹妹 我这就把你救出来 姐 我差点就死了 幸好你来了 幸好你没事 我可担心死你了 你先跟我来个地方 太好了 幸好我知道了真相 也很感谢他的人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来了 谢谢你啊 就是你原来的样子吗 好好看啊 不过你叫什么名字 嗯 我叫许柔林 你们可以叫我阿灵 你们应该和我是一个高中的吧 那我们以后一起上下学吧 并且咱们就是朋友了 嘿嘿 那好 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玩解洒花 敬请期待下一部剧